为什么生物演化的方向不是永生,而是繁衍? 网络上经常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提问,这或许是许多人存在的疑问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 如果你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,不妨先点个赞,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兴趣。 首先,我们宇宙诞生就不是奔着永生去的。 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,在未来若干一年之后,也将以灭亡而终结。 这是大事,这已经决定了宇宙中不可能有永生的东西,否则宇宙怎么也会灭亡呢? 下面我们就来包开层层的外衣,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相。 宇宙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的。 现在已知宇宙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元素组成。 组成元素的基本单元是原子。 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。 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。 中子是由夸克和胶子组成。 而整个可见宇宙的都是由夸克等基本粒子组成。 除了这些强子,还有中微子等轻子,还有表现为玻色子性质的光子、引粒子、胶子等,它们共同组成了可见世界。 但我们看到的星系、恒星、行星、星云等等可见世界,只占宇宙总质量的4.9%。 现在科学已知组成宇宙绝大部分智能的是看不见的暗能量和暗物质。 它们分别占据着宇宙的68.3%和26.8%。 是它们的博弈操控着宇宙的过去和未来。 宇宙元素从无到有 宇宙诞生那一刹那,整个宇宙还小于普朗克尺度,也就是小于10的负35次密米。 宇宙还是在温度和密度无限高的能量海洋中,还没有任何的元素生成。 临界点出现在宇宙大爆炸后的10的负43次密秒,被称为普朗克时间。 这时的宇宙已经膨胀到了普朗克尺度,也就是到了可认识阶段。 这时的宇宙仍然是能量海洋,物质还没有出现。 但四种基本作用力中的盈力,首先被分离出来,独立存在。 而电,强,弱力等其他三种力还混在一起。 大爆炸开始后的10的负35次密秒,宇宙出现了暴涨。 虽然只持续了10的负33次密秒,宇宙却得到了100倍的加速。 宇宙在这期间涨大了10的30次密倍。 即便在10的负35次密秒时,宇宙只有原子大小,经过暴涨后的宇宙就有了10万光年的直径。 以后宇宙一直在膨胀,至今可观测宇宙半径为465亿光年。 真正元素出现时间在宇宙大爆炸38万年后,宇宙的高温高密度状态才开始缓和,电磁波才能够从浓密的粒子汤中脱颖而出,让宇宙变得可观测和透明起来。 这时中性原子才开始形成,但这个时候只有最轻的元素氢和氨,以及少量的锂。 更多的元素是恒星演化过程中诞生的。 如果宇宙一直只有氢元素,生命就不会出现,但以后的宇宙开始变得风起云涌起来。 氢分子云在引力的作用下逐渐聚集,形成了恒星和星系。 恒星和星和聚变造就了更重的元素,超新星大爆炸和中子星碰撞等极端天体事件,让更重的元素出现了。 迄今为止,人类发现宇宙中存在着118种元素。 太阳就是在拥有宇宙所有元素的星云中诞生,因此孕育太阳的星云绝不是宇宙诞生之初的原始星云。 而是经历过一次以上,甚至是若干次大质量恒星演化,发生超新星大爆炸后的恒星残渣中形成的。 这样才有充足的元素来形成生命。 元素本身是没有生命的,但优化组合就产生了生命。 46亿年前,太阳和地球形成初起,是没有生命的,甚至有机物也没有。 各种元素因机缘巧合,彗星撞击或电闪雷鸣火山爆发。 在这些剧烈的动荡中,渐渐合成了有机分子。 随后,有机分子形成了蛋白质,最终演化出单细胞生物。 生命在必然中蕴含了太多的偶然,因此极为稀缺。 迄今为止,在太阳系,在宇宙的其他星球,都还没有发现生命迹象。 地球生命还有天外掉下的馅饼的说法,就是说地球的有机物,甚至生命细胞都是天上掉下来的, 各种宇宙尘埃或彗星小行星撞击带过来的。 然后在地球条件下孕育演化,进化成为各种形态的生命体。 但这种说法依然回避不了宇宙最早生命的形成,还是要走这条路。 因此,宇宙生命从无机到有机,再到生命细胞,这个过程才更是生命诞生的普遍性原理。 生命是由不同元素在宇宙千变和机缘巧合中组双起来的。 如果人类身体里有六十多种元素,任何动植物都有数十种元素组成。 既然生命是不同元素,因过精密组装才诞生的,而元素本身也会衰变。 这种用各种元素精密组装起来的生命,当然就更脆弱了,岂能永生。 生命最基本特性就是繁衍和进化。 生命最奇妙之处就是形成了自己的DNA密码。 这是任何生命的内核。 DNA密码最基本功能就是遗传,更通俗地说就是复制和繁衍。 因此,生命和非生命最大的区别就是能不能不断地复制自己。 当然,这种复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一模一样,还有一变和突变。 如果生命只有复制和繁衍,一代一代百分之百都像父母,那如今这个世界只有单细胞生物,而且还是无核的。 那该多胆调啊。 正是变异和突变,才造就了如今风姿多彩的世界。 所以,人类每一代就既像父母,又不完全像父母。 这样的人类才能不断地进化,并且越来越适应环境。 其他的生物永不永生,与人类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。 人类只是一直在追求自身的长寿和永生。 自古以来,在诸贺老人长寿的吉祥语就是,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。 但这也并非是永生,因为即便是地球,也有海枯石烂的时候,也不是永生的。 现在人类科学正在设法减缓衰老,攻克不治之症,还有的在研究长寿基因,以求延长人类的寿命。 但这种延长是有限的,因为人类肉体越老就越千疮百孔,补好了这里,那里又有个窟窿,最终都是无法挽救的。 因此,人类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永生,只能追求相对永生。 即便相对永生,在肉体束缚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人类只有脱离肉体,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相对永生。 现在世界上一些顶级科研机构正在研究意识的保存和转移,这就是在追求人类相对永生。 意识转移是人类未来升级换代的必游之路吗? 我们都知道,人类只要有意识存在,才感觉是活着。 而大脑坏了,神经病了,或者是植物人了,即便肉体还活着,这个人也不再是活着的了。 意识是人脑中诞生的一种奇异存在,是依靠人脑这种极其精细的结构保存和滋养着。 一旦人脑缺氧细胞坏死,意识就消失了。 因此,如何将意识与人脑剥离出来? 制造一种能与人脑媲美的人造结构,将意识保存并滋养着。 这个人即便没了肉体,也会感觉还活着。 如果将这种活着的意识移植到其他躯体或人造躯体中,这个人就能更长久地活在世上,并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意愿活着。 人类的未来肯定要走向深空,而走向深空最大的困难是人类寿命制约,以及物质消耗过大。 因此,改变人类存在形态,最终脱离肉体,以意识或能量方式存在,将是人类文明升级的必有之路。 因为只有这样,才真正能够摆脱胶贵肉体的羁绊,获得更长久的生存,为人类走向深空,创造条件。 这项研究已经在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展开,有的叫意识转移,有的叫意识上传。 现在最有名的研究,俄罗斯大亨特里伊茨科夫的阿凡提计划,马斯克的意识上传等。 到底能否成功,我们也不知道。 反正现在马斯克信心满满了,甚至扬言会很快成功。 他建造的兴建已经惊艳了世界,那么他的意识上传会在不久的将来, 给这个世界更重磅的惊喜吗? 人类以意识形态存在,就能获得永生吗? 人类现在对意识本质的认识还很出击。 因此,意识上传或转移的研究现在还仅仅是一个起步, 可以预见的是,未来还会有很多困难和问题。 好在现在量子力学不断取得更深层次的成果, 对探究和解开这些谜题会有很好的作用。 如果真的实现了人类能以意识形态生存的那一天, 就能够永生吗? 我想未必。 这种永生也是相对的, 只是比现在的肉体生存要长很多而已。 随着科学技术的提升, 意识转移和储存的能力越来越高, 意识生存期才会越来越长。 未来的人类以意识形态存在, 生存期或许会达到一千年、一万年, 甚至真的浮如东海、寿比南山, 但还是不可能永生。 还是那句话, 宇宙都有生有死, 人更不可能永生, 只能尽量延长存在期。 小伙伴们, 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来讨论。